请你跟我这样做 在中加宽评加和有线电视特助薛宏基的带动下 树林区坛底里的长辈们振奋精神 打假军团正式成立 这也是疫情降级后坛底里的第一场活动 由中加宽评加和有线电视 通过案例跟长辈们分享如何分辨假讯息 加和来与我们坛底里的 与这个很好的活动 宣导坛底里的所有的假讯息的工作 希望所有的里面不要乱传假讯息 第一点一定要传正确 要查清楚 不管是文字图片或是影片 总是有不肖人士刻意散播假讯息 造成社会大众恐慌 参与课程的长辈们表示 曾经在群组上看过假讯息 以前都会信以为真 现在知道要查证 不要随便转传 以免触法 今天这个课程 让我多认识 一些信息如何分辨真假 然后遇到事情的时候 不会有那种恐慌 然后自己很正确的判断 有一个管道让我们查证 这个信息是真的或者是假的 让我们受益良多 让大家知道说防诈骗 怎么去用手机电脑 让大家分享各位说 遇到诈骗如何用Google下去复制它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数位假讯息无所不在 资料来源的可信度跟内容的正确度 常常隐藏着高度风险 甚至再严重一点 有可能影响到国安 全台湾都需要培养更高的媒体试读能力 而今日参与课程的谭底里奖辈 未来都将会是 打假讯息军团的一份子 谭底里阿波OK 记者沈金华树林报导